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今天到新竹是陪同立委候選人 林志傑車隊掃街 而講到這次新竹立委 廝殺是非常激烈的 民進黨是陸戰衝刺 立憑分寸 把身體探出車外和選民握手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掃街車隊來到科技重鎮新竹 陪同立委候選人林志傑衝刺選情 我們對新竹縣市也非常有信心 我也在陶竹苗提出了大矽谷計畫 想要推升陶竹苗經濟產業進一步的發展 拋出竹竹苗大矽谷計畫 不只聯電董事長曹新成表態力挺 立憑電董事長黃崇仁也稱讚 在新德國際官外語能力 以及政治經歷都剩餘兩位候選人 來到新竹科技重鎮 經濟票當然也不能放過 非常感謝科技界兩位大佬的肯定跟支持 過去八年臺灣在蔡英文總統領導之下 不僅僅兩岸 外交國防穩健的程度 深受國際社會肯定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其實有非常多支持者 是高輝的這個林智傑以及賴清德的棋子 要來幫他們做最後的選舉衝刺 林智傑面對國民黨對手 政政前不但有時代力量對手 求顯示可能吸引範率選票 柯文哲妹妹柯美蘭以五黨籍參戰 加上和林智傑同為女性 是否擔心選票被刮分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 因為我想民眾 民進黨的這個支持者的屬性 應該是很清楚的 而且其實這幾天在車嫂的時候 可以看到許多選民 非常熱情的出來呼應 選舉到處兩天 賴清德要贏得豐城之戰 車嫂一路向北 扶選立委 立平 國會過半 記者陳元廷 林漢廷 新竹 採訪冒斗